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世界需要父亲的资深培训师李德宏老师 李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又见面了 我们要建立甜蜜温暖的家真的是很重要的 因为人都需要有归属 需要归属感 对 对 那么不管我们目前有自己的家 不管我们几岁 不管我们的孩子多大 不管家里的条件有多好 一想到家 尤其是想到老家 我们都有着一股很强烈的怀念 其实一个家里面除了妈妈之外 还有其他的成员 还有我们的祖父祖母 这些都是重要的人 家乡的味道也是重要的 对对 那么我们对我们 让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的那些邻居啦 叔叔啦 神神啦 那些其实也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就是那一位负责 让我们有那种强烈的老家的感受的那一位主要的人物 就是妈妈 这个也是每一个妈妈所有的责任 当然谁也缺少不了谁啊 对 李老师很清楚 因为您是世界需要父亲的资深培训师 那么当妈妈扮演他的角色的时候 爸爸也并不是清闲的 对啦 对啦 所以我们常常就说 讲到妈妈的时候 那么爸爸不是清闲的 他要配合的 那么讲到爸爸工作的时候 也需要妈妈的配合 是的 妈妈也是很勤劳的 支持爸爸 爸爸也是很爱慰妈妈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 就是呢 妈妈是家里面的主要持家者 就是说 primary homemaker 这个呢 也是母亲的五个主要职责之一 那么 请千万不要小看 这个主要持家者的角色 他不单单是 housewife家庭主妇的任务 而且呢 等一下我们开始分享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责任 是一个重担来的 需要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配合的 一起分担 一起分担 嗯 真的 要不然就是担子太沉重 对这个家庭来说 也不是好的事情啊 对对对 讲得很好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把焦点 放在这个主要的持家者 李老师所说的 就是妈妈的身上 对 那么 第一 我们要讲的是 叫做 欢迎回家 怎么说呢 对 有这个气氛呢 实在是不容易 妈妈说 欢迎回家 但是她背后 所要付出的 是很多 我们先讲 家 是我感到安全的地方 你刚才所提到的 所谓的安全 是什么呢 不必提防 不感到害怕 这个就是我的避风港 那么继续讲 就是家是我可以放松的地方 我在外面 我在工作 对不对 那么不管怎么样 工作 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我回到家呢 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不被审判 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呢 都是开开心心的做的 因为有家人的包容 接纳 对 那么家是我能够 自我的地方 我会被接纳 我不需要戴 任何的面具 在外面就不一样了 在外面呢 因为我的某一些 可能是 我的责任 我扮演的角色 所以呢 有时候不足 我们可能需要把自己的 最完善的一面 显出来 发挥出来 给大家看 但这个不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呢 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可以放松的时候 我可以把面具 拿掉的时候 这个就是自我 家 给我 自我 李老师 当一个人发挥 他的才干 能力的时候 他的那股自信 其实 也是他的 真我 对吗 可以这样讲 这个是 有实力 但是呢 很多时候 我们不可以在 工作的岗位上 太过放松 对不对 我们要表现出 专业的那一面 这些都有带来 一定的压力的 但是回到家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真的可以放下 一切 是我 是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 那么家 是我可以充电的地方 几乎每一个人回到家 都会说 哎呦 累啊 工作了一整天 很累 对不对 那么累 就需要把脚 放上来 那么做我喜欢做的东西 也可以让我安息 也可以让我恢复 嗯 就是没有压力 没有重担的 让自己能够重新得力啊 要平静安稳 重新得力 对对 这个就是家 欢迎回家 期待回到家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来到家 我们可以尽情的 玩 哦 跟 品尝妈妈的食物 哦 真的 妈妈的拿手好菜 通常都是孩子的最爱 不管怎么样 因为从小到大 就是熟悉那个味道 所以呢 妈妈的烹饪 是全世界 无人能比的 买不到的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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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会煮这道菜 但是呢 就是妈妈煮的最棒 嗯 那么呢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吃你喜欢吃的东西 哦 你讲到喜欢做的事 什么事都不做也可以的 哦 这个就是休息嘛 对不对 那么你在家里面也会感受到喜乐 你会感受到被疼爱 这个是很重要的 哦 啊 你五岁的时候 你妈妈从你疼你 你四十岁的时候 你妈妈还是同样的从你疼爱你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美好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啊 做儿女的也要疼爱妈妈 对不一样的是 现在轮到你回应那个爱了 回报 嗯 对啦 妈妈的爱 对啦 那么在家里面呢 你会感受到被重视 而不是被批评 是 那么第三呢 讲到妈妈是物流的协调者 是什么意思呢 对啦 就是说呢 你有东西 你遗忘了 你不知道放在哪里 哦 这个不见掉 那个不见掉 手机在哪里呢 你慌 对不对 嗯 用它 让妈妈知道 她知道 家里面每一样东西 放在哪里的 不必慌 就是你找不到 你刚刚失去的 她也能够找得到 妈妈就是那个 能够 帮你找到东西的那一位 哦 你要的东西 你买不到 不用担心 不是说去淘宝 去问你妈妈 她知道哪里买的 哈哈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物流协调者 对啦 祖传秘方 妈妈有 哦 你可能要找一些 呃 药 去吃 可能 皮肤病又复发了 不必担心 哦 因为妈妈你所要 照顾回母亲啊 对 小的时候 母亲照顾我们 长大了之后 要知道如何的孝训年老的父母 是的 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做到跟以前一样的 但是你有能力让他们很开心 很感到安慰 因为开始是你爱他们的时候了 嗯 是 我知道林老师您就是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现在您的母亲就是年老了 她的身体也是就是比较弱了啊 但是我知道您都是很关心她 照顾她 经常都回去看她 应该的 应该的 不只要教人家 而且要以身作则嘛 嗯 母亲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多 这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做一个好模范 以身作则 那么孩子们知道母亲真实的样子 很多时候呢 你在外呢 是真假难分的 哪一个是真正的对你好 你都不知道 但是呢 母亲在我们的眼里 她会 不会装的 她就是会发挥她真实的那一面 让我们知道 如何做一个真实的人 作为我们的好榜样 在家庭里面真的是 我们不要让妈妈的担子太沉重 我们要晓得在家庭里面 与妈妈分担她的重担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成员 大家都分工合作 建立温暖甜蜜的家 对了 对了 来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的 那么呢 家跟房子不一样 房子呢 是给人住的 可能呢 是舒服 但是家会让你想着它 会让你怀念着它 可能还会让你唱首歌来记得它 家会给你带来美好的回忆 那么呢 甚至心里面会展生 一股温暖甜蜜的感觉 那么我们感恩 有母亲 有主要的持家者 小时呢 有温暖甜蜜的家 长大后 有温暖甜蜜的老家 让我们能够回去探访 那么呢 在此要说 有爸爸妈妈携手维持的家 就开始会有天堂的味道流出来 是的 那何等的美好啊 真的我们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理的快乐 让我们一起努力建立温暖甜蜜的家 我是管家罗静芳 谢谢世界需要父亲的资深培训师 李德宏老师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